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Kevin的生活频道 我是Kevin 今天呢我要隆重的向大家推荐 在湾区旧金山矽谷这个地方的十条经典骑行路线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是Hunk Hill也是最美的一条骑行路线 那骑行这条路线呢 首先会在金门大桥桥下骑上金门大桥 那这条路线的骑行主要特点是 你会经过金门大桥 会骑行整个金门大桥 所以你可以一边骑行 一边游览整个大桥上面和下面的一个景色 那在金门大桥的左手边 就是这条自行车道 是没有任何行人的 所以这条线是完全给骑行者设计的 所以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 有行人来挡住你 下了桥之后呢 在桥墩的后面有一条山路 那一般我们直接从这条山路冲上去 从背面去看金门大桥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整个金门大桥的一个景色 骑行到顶上之后 你可以保览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一个全景 居高零下 第二条要向大家推荐的七线路线是 加州一号公路 那加州一号公路呢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沿海公路 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 非常值得来这边一起 所以整个骑行呢 你会绕着这个加州的一号公路的海边 沿着这个海边骑行 旧金山的一号公路 其实是一条非常长的一条一号公路 它可以直通到洛杉矶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它的长度有多长 沿途呢 有野花 有海滩 还有一些小镇 还有一些公园 所以你骑行在上面绝对不会感觉到单调 有人说你骑行在加州一号公路 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是一种洗礼 更是一种人海和阳光的融合 骑在一号公路 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 你也会经过一些很漂亮的灯塔 比如说这个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一号公路 去骑行一下 你会亲身感受到它的一个魅力 下面一条路线呢 我要和大家推荐的是 旧金山以北的一条骑行路线 叫Paradise Loop Paradise Loop呢 是叫天堂之路 这条路非常非常漂亮 一路会经过无数的山顶房子 城市与海的结合 美景是每步顺收 走到哪里都是一块非常漂亮的美景 那这条路呢 是有一些坡度的 你骑行的时候呢 你会爬坡 一路往上爬 爬到山顶上之后呢 你就会很快的来到一个观景台 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 你可以放下你的自行车 然后坐下 在亭子里面 慢慢的欣赏着景色和这美丽的画面 你绝对会赞叹的 下一条骑行路线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叫Alameda Creek Alameda Creek呢 是一条沿着湖畔 这样一直骑的一条路线 景色非常非常漂亮 因为旁边是湖 然后呢 这条路的人非常少 然后又前面又有山 所以整个你骑在那边的感觉就是很空旷 然后很享受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在这种地方骑车 让你可以身心完全放松 完全去享受着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美丽景色 和小伙伴们一起在这里骑下车 你的一天就会很开心 很愉快 这里也非常非常漂亮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一条骑行路线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路线 叫做Mount Tabless 那Mount Tabless呢 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山 还有树林 还有一些水坝 所以整个环境都是环绕在大自然的当中 爬到了山顶上 还可以眺望湾安区的一个海峡全景 下面和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条骑行路线 Mountain Diablo 很多人应该听过这条路线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登山以及骑行的一个路线 当然你也可以开车上来 这条路线呢 是环绕着整个山去骑行的 但是它的坡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要有一定基础的小伙伴才来尝试这个地方 当然到了山顶上给你的奖励就是这个观景台非常漂亮 好的 下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骑行路线呢 也是我们这圣河西这边的一个非常经典路线 叫Mountain Diablo 这个景点呢 你到了山顶上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观景台 可以瞧望整个矽谷 圣河西的一个全景 360度 这条路线的骑行坡度呢 也是相当陡的 所以如果要上来骑行的小伙伴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有充分的时间 带充分的水 慢慢的往上面骑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骑上来 那到了山顶上给你的奖励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有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色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有机会还是要来骑一骑 好的 下面一个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叫Siarra Road 我们简称是天云山 那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骑行路线之一 这个路线非常非常漂亮 它也是围绕着一个山去往上面爬 这条路的最大的奖励就是 当你爬到顶上的时候 所有的云都在下面你的脚下面 所以我们叫它天云山 因为我们骑到上面之后 可以看到整个城市都被云笼罩在里面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的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条 湾区比较著名的一条路线 Mountain Hamilton 这条路线呢也是相当相当漂亮的 它也是同样的 围绕着整个山往上爬 那Mountain Hamilton呢 主要是一个天文塔 它的骑行难度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是非常非常困难 从脚下到顶上 要骑行大概20英里 所以可想而知 当你骑到顶上的时候 有多兴奋 但是它给你的一个 奖励也是非常大的 天文台上面 又可以观望 湾区的一个全景 最后和大家推荐的一条 骑行路线是 O La Honda Road 那这条骑行路线 在骑车界里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它是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它全程都会在这样的一个 红木林里面 树林里面骑行 所以特别特别适合 你夏天来这边骑 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暴晒 很阴凉 因为你全程都在这种树林里骑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 夏天来这边骑 那还有第二个特点呢 这个是一个爬坡的一个路线 从底下爬到上面呢 大概有四个英里左右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路线 所以很多骑车的人都是非常喜欢到这个路线来的 如果你有兴趣想来挑战一下 也想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也想就是避暑的话 那我推荐你也来这里试一下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instagram和我的youtube channel 来关注我以后的故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